來到明圈新路見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秦光市場 不過裡面的美食可說是白白著 我不知道怎麼選嗎 接韻打牙記 帶您一餐就進 肩台上滋滋作小蛋餅皮加油 再打顆蛋動作一切合成 關鍵動作就是這個 不斷用力啊 再放上特製豬肉 洋蔥 生菜 醬汁也不能少 就這樣沒幾分鐘 超脆蛋餅大功告成 一口咬下聽聽看這個聲音 是不是真的超級酥脆 鹹豬肉更是完全不會死鹹 還帶有點甜味 再搭配冰鎮洋蔥 介膩又絕配 不過全場還有另一亮點 這個辣椒真的不能小看它 因為它是排名 金氏世界紀錄第七名的辣椒 俗稱炸彈之五 真的很辣 因為我平常不吃辣 它的後勁很強耶 不吃辣所以只敢沾一小口 不過放眼望去 店內裝潢也很特別 不說還以為來到 異國餐酒館 最清楚是以色列的 有美國 澳洲 日本 還有新加坡 馬來西亞 壓力也很大 我們做每一份蛋餅都很堅持 就是那種初衷所做的蛋餅 小小蛋餅卻紅到國外 不過這裡還有另一家店 走不路過民眾都不會錯過 是不是覺得一秒就來到了日本呢 超有氣氛的日式料理店 就連餐點也都超熱門 你的餐點好囉 有看過燒肉丼飯澎湃到肉片 都快掉出來了嗎 就連小菜還有配餐 都走日式風格 還有後切手作漢堡牌 加上起司炙燒 超道地的日式咖哩 也是民眾必點 那我們每一份漢堡牌 都是我們手工具 拆打合成 主要我們就是一半煎炸的部分 再去保持到有它原本的肉汁 比較脆一點 為了保持肉品口感 每塊漢堡牌都堅持手工製作喬打 小小店面內用座位 只能容下四個人 因此每到用餐時間 總是大排長龍 就是為了給民眾溫馨感覺 不過在同條街上 也有香港必吃美食 這個就是來自香港的甜點燉奶 其實我想吃滿久的 它很像鮮奶布丁 它是由鮮奶加雞蛋去做的 口感既像布丁又像豆花 不過它是正宗港味的燉奶 重點是純天然 無添加任何凝固計 一口吃下濃醇香 搭配熬煮數小時的紫米 或是芝麻糊以及紅豆 以低醣養生概念製作港式甜點 希望客人能邊吃甜邊養顏美容 小小景光市場 卻藏著超多隱藏反美食 等著民眾一一品嚐 法律宣問美國志 採訪報道 民生曝光市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 好